这一集呢我们来看两种风格的垂直供应柱 就是有机构在这个位置开始大量的卖出了 就是开始大量的去供应了 好这种垂直供应柱一种呢就是这种像45度角啊 它不断的往下打 然后很小横盘一往下打 小横盘最后往下打 它这种呢就表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啊 没有什么就是它无论如何就没有太多人愿意买 这种一般的是买单衰竭啊 大家看实际上K线图里面也是 它涨了很久了 你看从底部六块九毛七一直涨涨涨涨涨涨涨 一直涨到这儿 就是要买的人全部都买光了 这个时候稍微有人愿意卖 大肆有人买 那没人买了吗 买单衰竭 那么它就有可能会造成啊这种这种情况啊 它有些时候甚至还不需要我故意去砸盘 它就是没有办法 它没有办法 它就没有人买了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 它全都是供应 我们现在看一下啊 从开始的时候 这个角度我们来复盘 我们同样打开同化顺的这个复盘软件 右上角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是它的整个的五档卖盘买盘 其实整个的过程中间 它的五档的卖盘买盘 其实比较均衡 其实你看不出来什么东西 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什么呀 就是它下面的成交记录啊 它经常是维持一个均衡状态 比如我们现在打开看 看起来买盘买盘买盘加起来差不多有600多是吧 而卖卖的呢还没有买盘多 按理说感觉到挂单里面感觉到它的供应比较少 实际上不是的 它的供应全部在盘口里面显示出来 我们来看啊 他们的供应基本上都是从成交里面能看到它的供应 好 我们现在看9.36 这个成交记录 大家注意右下角啊 右下角成交记录 因为这个更重要的看成交记录 上面的五档盘口买盘卖盘 其实都差不多 它一直在 它都看起来都差不多 主要是看成交 从成交里面 我们才能详细看到到底想干嘛 好 现在看起来还是势均力敌 好像感觉到没有上啊 好从这开始 大家看9.38 9.38开始 然后就是怎么样呢 9.38开始就有密集的卖单 15手13手225手 225手继续 密集的卖单43手 358手 也就有人在已经有固定的手术 大量的超过300手 开始往下砸盘了 126手64手76手253手 你看非常有规律的 你看非常有规律的 然后呢有一个460486手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努力没结果 它有大胆进去啊 但是没结果啊 结果一点用都没有 好继续跌 230手63手 大家看右下角啊 不断的跳动的右下角 367手继续有人砸盘 61手53手非常有规律的下跌 312手看到没有 140手 所以就不断的有人在砸盘 368手105手啊 就是不断的有规律的砸盘 209手173手 就表示说现在没有多少人愿意在这个价格去接他啊 没有多少人啊 中间你看几乎没有买单 又是332手非常有规律的砸盘 569手看到没有啊 569手 证明这不断的这个价格有主力在那边卖 那么既然有资金在卖你买不买 肯定不买呀 今天有人要砸盘呢 256手 你看你是不是223手114手啊 就不断的有资金进去砸盘 根本就没有资金进去 那么我们如果要跟随主力资金 今天你看到这么一个盘口 这么一个量价 你说你还要买吗 我肯定不买呀 证明现在有资金在那边砸盘 399手204手 590手167手 你看是不是不断的有资金在里面去砸盘啊 所以呢 如果你看到这种的一个盘口 根据这个盘口 那么威克夫就会发现 我们就要跟资金 那么现在没有资金 我们就绝对不要进去买他啊 就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他的这一套东西 全是根据盘口来定的啊 好 我们现在看 比如说经过一个小盘整 我们又继续 到了这个位置之后 大家注意看 右下角到成交啊 你看 我们看盘口里面 看其实又差不多 你看盘口里面的五档买盘 382手 225手 238手 都差不多 但是呢 我们看成交 成交 哎 又开始又砸盘了 430手 261手 160手 148手 不断的有人下去砸盘 101手 不断的有人去砸盘 228手 把这个价格砸下去 那么如果你看到这么一个量价 你看 从早上到现在 如果到10点 这半个小时里面复盘 你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样 从盘口里面发现 不断的有大资金 在不断的供应 供出来 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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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 如果你是做空的话 商品期货 你可能跟着做空 是吧 他不进来 你又不进来 但是如果你要做多的话 你做不做 坚决不做 肯定不做 大资金没在 我为什么要做 所以从盘口里面 从大资金里面 从成交里面 我们就能够真切的感到 什么叫做 叫做真正的跟着资金 现在大家明白了吗 而我们从盘口里面 这一手一手的 就可以推导出 今天是一个大区间的供应日 那么大区间的供应日 我们是绝对不可以去买的 明白了吗 那么我们把这个一分钟 我们也把它可以看成一天 每个一分钟可以见 可以看成15分钟 可以看成半小时 好 这是一种持续的45度角的下跌模式 供应模式 我们再来看一种 它是那种台阶式的供应模式 杂盘式的供应模式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 巨量供应的一个例子 就是那种快速的巨量供应 看这个 它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它首先骗你通过一种方式高开 骗完人之后呢 而且高开很高 高开4% 把你骗进去之后 就开始巨量砸盘 巨量砸盘 到这一直砸到早上10点半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种巨量砸盘 就是通过快速的提供供应 它是种什么情况 什么盘口 9点半开盘之后 我们重点看 9点半开盘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上面 它其实还有1940首想卖 就是有人还是想供应 好 下面呢 有1805首感觉到好像供需平衡了 是吧 而且呢 它还用差不多 看1700首加上1200首 差不多3000首往上从9块01 一口气拉到9块1毛1 好 但是我们发现了9块1毛6的时候就有问题了 它拉的这么快 但是一口气砸了3000首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了 它如果是靠3000首拉的盘 那它不能够以3000首砸盘 那么砸盘的就是3000首拉盘 砸盘的时候这500首啊700首啊 你看砸盘的时候它比较厉害啊 3759首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拉上去 你看 以刚刚有人买1200首 它又3874首 那么这种间歇式的 这种巨量砸盘 那肯定是表示它要出货了 那么如果我们有这个票 那这个位置看到这种情况 你一定得跑啊 你看后面3874 2314 2427 于是从9块2毛1 非常有规律的开始 巨量的开始抛售 开始提现出现供应啊 开始出现供应 一直砸盘砸盘砸盘 你看非常明确的把这个价格 一直到8块8毛4都还在涨 2182首 巨量往下打 等于说为什么价格啊 你看右下角 为什么价格会从8块8毛4 一口气跌到 8块8毛7 一口气跌到8块7毛8呢 就是因为有主力 在这些位置的单子 他一口气把它砸下来 那么就砸到了8块7毛8 现在已经价格往下跌了 好继续来 你看1930首 1596首 1367首 就不断的有人 在这个价格开始砸盘 1260 你这个价格所以很快 就给他从很高的价格 从差不多啊 已经很高的价格 快速的砸下来了啊 后面我们看砸黑尔两种 有的他是为了洗盘 砸黑尔之后呢 就有大量的人赶快去抢筹 我们以后看这个 但是这个这个情况你看有没有 根本就没有啊 砸下来之后 很少的单子在买啊 200多数啊 500多数啊 很少单子 其中有一个亮点 1348首 好像有人在买 但是结果呢 马上有更多人卖 你可以看到 偶尔一两笔 这个不是机构行为 这有可能是哪个 就是要越低越买了 有千人 大户是吧 结果呢 你看一路砸盘 一路砸盘啊 一直 1286首继续砸盘 整个的过程中间 大家看几乎没有遇到抵抗 再往下啊 一直来 再往下 很少200多首 300多首 你看有一个非常密集的一个共 从这开始你看9点35开始啊 他有一个相对的一个非常密集的一个一个供应啊 从这开始啊 你看700多数700多数900多数100多数300多数200多数 这边500多数你看200多数 有人用拆单软件有口来继续拆就往下榨盘啊 然后呢 一直就把这个盘子你看从这800多数600多数又开始了 就每一次1660多1230多 一开始就是每一轮你看 全是这种绿的大单的砸盘 1233首就证明什么呢 证明有机构在这个位置非常坚定的提供供应 那么如果他是开盘这么砸盘 有些时候是开盘砸盘是为了吸筹 但是很遗憾 这次不是为了吸筹 是吧 你看到砸完之后 后面根本就没了那么多单子拉起来 所以这个就是表明一轮很剧烈的砸盘 那么如果我们是跟随资金的话 那么有这么巨烈的砸盘 我们会不会去买 肯定不买 是吧 今天有机构出现了非常明确的供应 那么在短时间内 这个票我们就不应该值得关注 除非后面又有资金拉起来了 他洗盘 但是呢 那他肯定要给你一些痕迹 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 到这个位置来 都没有任何机构在吸筹 洗盘吸筹的痕迹 你看包括这个位置 我们在我后面看 你看都是200多手100多手3994手 抛单是非常明确的 没有任何砸下来吸筹的这么一个情况 好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两期给大家讲了一个垂直的一个需求柱 和垂直供应柱 它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这种情况 两种情况 都是有非常明确的资金在抛售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小心 既然我们做票是跟着资金走 而我现在是说做多的情况 做股票 我们就只买了一种有资金进去的 跟着资金走 这种有资金出来的千万别碰 因为它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垂直 垂直供应柱 好 我们后面我们再来开始给大家讲 这两个都是放量 就是巨量K线 K线非常大 这种巨量K线的情况 好 我们再来看这种巨量 但是它又是缩小K线 它的一个情况 它的一个盘口的一个道理